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超微AMD市场争夺战,从AI晶片一路达到绘图处理器GPU,两强新一代AI晶片陆续面世之际,也将各自推出新款GPU,近期开始迈入新品备货阶段。 台积电、晶圆电、旺锡、金测、影威等相关半导体链近期跟着动起来,引爆新一波晶片热潮。 叶杰指出,回答,以最新Blackwell平台打造GB200、B系列等AI晶片备受关注,预计本季起陆续量产之外,更将Blackwell架构应用在消费性市场中。 旗下全新RTX50系列显示卡最快今年底至明年初问世,进一步扩大Blackwell平台在高速运算HPC晶片市场的份额。 AMD虽然在AI晶片市场市占率仍然不及回答,在GPU领域则挤咬不放。 因应回答全新RTX50系列显示卡问世,传出,AMD将在明年手机端出以RDA4架构设计的RIDE EN RX8000系列显示卡应战,初期火力主攻中低阶市场,以寻求拓展更多市占率。 透露AMD对供应链的拉火力道有机会比过往更强。 供应链透露,回答AMD两强在GPU领域基站,近期陆续向半导体供应链下了大量订单,两大厂不约而同都是找台积电投片,使得台积电先进制程订单持续爆满。 其中,回答向台积电下订大批4nm制程当中,包含HPC及消费性和电竞使用的GPU,目前正在投片量产阶段。 AMD则以台积电三奈米投片量产新品,业界研判明年投片动能,渴望逐渐放大。 看好AMD新显示卡销售动能,板卡厂也陆续接获客户订单需求,看好明年上半年开始进入供货阶段。 据了解,回答AMD新款显示卡在台积电投片量产后将迈入CoOS封装阶段,并为由日月光投控旗下锡品,以及全球最大测试厂晶圆电进行晶圆测试CP及最终测试FT,同时搭配旺锡、影威、精测等测试界面场的探真卡进行检测,顺势让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动起来。 回答AMD在GPU处理机市场大转特转之际,英特尔营运却频繁逢逢逆风,传出公司为依应内部策略调整与终端需求变化,大幅调降明年旗下AI四伏器晶片出货目标,降幅最多高达三成以上,并大砍台积电,日月光投控,世新KY、新兴、智邦等协力厂订单,供应链神经紧绷。 英特尔不评论相关讯息,据悉,英特尔此次调整的是其AI四伏器晶片高低三出货目标,原本预估2025年出货量约30万颗至35万颗,最新消息传出条降为20万颗至25万颗,最高降幅高达三成以上。 业界分析,从供应链近期备货状况来看,英特尔大砍明年高低三出货目标,对协力厂影响程度不一。 英特尔高低三以台积电5nm生产,对于英特尔传出大幅调降明年相关产品出货目标,台积电不评论相关消息。 据悉,这次英特尔大砍单,台积电因先进制成产能需求夯,迅速由其他客户订单补位,影响相对小。 日月光投控向来不回应客户相关传闻。 一届分析,日月光投控旗下日月光半导体和旗下吸品客户区分散,且皆握有其他国际大厂订单,应能迅速调配产能。 研判若英特尔真的砍单,日月光投控也能在第一时间因应,降低冲击。 相较于台积电,日月光投控等大型半导体厂,空出的产能迅速由其他客户补上, 市新、新兴等则难免受大客户砍单波及。 市新为英特尔、高第2、高第3等AI伺服器晶片的ASIC特殊应用IC设计服务业者, 客户砍单冲击相对大,市新近期股价也受砍单消息影响,一路修正。 第三季以来,接连失手3000元、2000元等整数关卡。 10月首周末收盘价为1885元,跌40元,近一个月股价大幅回荡于25%。 新兴为英特尔相关晶片所需再版主要供应商。 新兴不评论单一客户订单动态,重申维持下半年AI加速器与光模组需求比上半年明显畅旺的看法, 并强调公司持续开拓多元应用客户效益渴望逐步浮现。 英特尔对自家AI晶片计划改变,也牵动对网童大厂智邦的AI加速器需求。 美系外资认为,英特尔对智邦营收贡献占近年不到5%,影响仍属可控。 英特尔10月上旬传出大侃旗下,AI伺服器晶片高低三名年出货目标, 也打乱华硕、技嘉等品牌厂原本有意推出搭载英特尔晶片的AI伺服器产品出货节奏, 业界密切关注相关订单罗仪状况。 目前全球AI伺服器需求行, 回答AI晶片仍相当抢手, AMD积极拓展市占,产能传也不太够, 英特尔成为品牌厂,若要拿到充裕的AI晶片出货的合作首选。 如今英特尔传出明年, AI伺服器晶片出货目标大减, 业者坦言,只能硬着头皮,请回答于AMD多给一点晶片。 华硕积极布局AI领域,日前宣布启动All-in-AI计划, 以全方位的AI基础设施解方进军四伏器市场, 其中在生成是AI应用方面, 推出8GPU系列产品, 当中除回答的Blackwell HGX超微AMD的MI300XY, 也包括英特尔高底三解决方案。 虽然英特尔高底三四伏器产品需求传出杂音, 但华硕先前表示, 正与供应商及客户紧密合作, 预期下半年, AI伺服器营收贡献主要将来自挥达H100及H200。 技嘉权力挥均AI伺服器领域, 其客户需求多样化并同步进行, 除了持续展开挥达H100、H200及B200、AGB200等AI伺服器业务, 下半年起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AI伺服器组装线陆续开出, 将贡献营运。 总体来看, 目前全球AI晶片市场由挥达雄霸、AMD超微、 英特尔都正积极追赶。 高低三是英特尔最新AI伺服器晶片, 以台积电5奈米制程打造, 并于今年9月下旬正式推出, 标榜提供高达20吨吐量提升, 且相较于挥达H100, 于执行Lama270币推论时, 在同样的成本下可提供二倍效能。 英特尔强调, 高低三是特别为大规模生成式, AI最佳化, 具备64个张量处理器核心TTC和8个矩阵承达引擎MIDAM, 能加速深度神经网络运算, 并搭载128G的HBMI2记忆体。 法人表示, 英特尔合并Habana后, 今年首度结合自家GPU团队与Habana团队, 一起打造新一代AI晶片, 但双方团队仍在磨合中, 对未来态度也趋向保守, 从英特尔近期加速结束, 高低二等旧案, 并降低明年高低三出货目标, 可见一斑。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